AO 了事敬意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A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薩拉森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是比較特別的 法蘭克對薩拉森 MBL開局就劣勢 然而他的對手 是世界冠軍Hera 但不知道他的名字改成了 Richa這個名字 非常非常的微妙 可能是有什麼 我室友歡迎大家在留言處補充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改成了Richa這個名字 我們先來看一下MBL 出生點位9點鐘方向 法蘭克人特色是免費農田科技 吃果子是速度裡面最快的 擁有免費的血量 騎兵加成 一開始就是加20%血量 所以刺猴一開始就是54滴血 到了有小 可以到192有小的血量 法蘭克人他的騎士精神 也可以讓馬舊的生產速度 變得很快 主要打法還是要偏向於 步騎作戰 步兵加騎兵是最適合的 遊俠配槍兵可以戳駱駝 他的火槍也是有火炮也有 但他的問題是 攻兵鎧甲跟射程都是沒有三級 射三級甲 所以他後期用戰毛兵反制敵方的 攻兵單位也是會很吃力的 尤其是遇到馬公務名的時候 法蘭克人會打得很痛苦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薩拉森人 HERA這邊是隨機到的薩拉森 那薩拉森是我認為 科技線最充足 最完美的一個文明 這怎麼這麼說呢 是因為他的生旅線全滿的 工程系列呢 只有奴炮不是滿的 有重頭大衝車火炮工程工程師 那騎士方面呢 雖然沒有重裝騎士 但是有大漏馬 又有重裝駱駝 那弓兵路線呢 有強弩 馬弓 戰毛全滿 火槍 安息人戰術母子環 又要什麼有什麼 那他的步兵路線呢 也是三級的步兵鎧甲 三級弓 而且還有劍兵有勢可以用 而且 雖然重裝長槍兵不能升級到級兵 但這些科技線已經十足了 非常的好用了 但是他的最大問題呢 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持 只有買賣多那5%的 手續費優惠 那薩拉森人呢 他的打法還是全能型的關係 所以不管他打什麼都很厲害 不管是要騎兵路線啊 或是攻兵路線 步兵名兵系 裝甲步兵開組也是可以考慮 地用世代也有機會 轉這個劍兵勇士 整體來說薩拉森人玩起來是非常舒服的一個文明 真正的全能進攻 就是在說薩拉森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兩邊的地圖 是下方有一塊黃金 上面有一塊 兩邊的黃金的位置都有點微妙 那 這對黑王來說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啊 尤其是這塊黃金喔 這個有點偏上面喔 下面這個地方可能還可以開個TC 或是在這邊插一根城堡防守 上面這個地方有可能被對方攻進來的時候 被這邊插寶 這黃金會被控住喔 被控住就很難受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MBL這邊也是喔 黃金都有點偏對手的位置 所以待會這個主機挖完就會很危險 那要怎麼鎖住黃金呢 是這張地圖的重點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喔 木球區也是比較慘烈的 這個木區基本上是不能挖 這邊在前線喔 很難要到後面的位置喔 那要圍死的話也要可能大圍喔 才會比較舒服一點 或是這樣子圍過來 圍死 那不管怎麼說上面這邊一定是要圍好的 那MBL 這邊也是要圍好圍好 這邊要圍過來才能圍好 不管怎麼圍都圍很大 好 這裡肉麻過來開竅一下 這邊很早就挖石頭囉 黑暗挖石頭 這哪招 沙拉生挖石應該就是要來插塔了吧 出門出門 欸不是挖石買賣 我的天 挖石買賣上層 這個是一個極限職程 各位極限職程來了 這一招 以前很久以前有看過一次 但最近比較少看到了 好深層了 11分20秒 點城堡石袋 好 這邊再圍大一點 把這個石頭給圍起來 好 趕快 揍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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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弓兵 槍兵也出來 弓兵要出來了 好城堡石袋升得很快喔 13分鐘30秒 30秒左右 就可以升級到城堡石袋了 這個頻道 我們頻道上面只出現過幾次喔 這個超級級速升城堡石袋的打法 可以在14分內 就升好城堡石袋 然後補下城堡 好這裡再圍一下 哇 這裡沒有補 現在要直接用手擋了 好 殘血拉走 繼續蓋寶 好 蓋好了 奴隸兵 要先慘阿 沒黃金慘不了 來挖一下 OK 這裡再繼續買賣 賣了100石頭 換了120塊黃金 哇 第一隻奴隸兵15分半左右 就出來了 好快好快 但奴隸兵 速奴隸兵打法有料嗎 基本上法蘭克這邊轉弓兵就行 但法蘭克弓兵剛剛也說過喔 是數一數二的爛的 好 來看一下 這一波 紅兵路線 喔還是能擋喔 很痛很痛 果然奴隸兵還是怕弓兵 雖然現在奴隸兵已經不怕戰毛兵了 說個小知識喔 以前的奴隸兵是害怕戰毛兵的 現在已經不怕了 不怕工兵 工兵打奴隸兵還是有料 而且還不是城堡時代的奴兵 唉唷 但已經抓掉了四村了耶 HERA這邊薩拉森打得還算不錯 好 HERA這邊點下了一擊伐木 MBL 這裡待會應該是繼續轉弓兵 升旅 防守 薩拉森努力兵 而且薩拉森人騎士也不能升級 應該不會太擔心騎士的問題 弓箭手數量夠多也是能反擊回去的 但MBL這裡是沒有打算 要升工兵嗎 先開了TC 3TC 3TC 補得有點早 是不是看HERA沒有 覺得人家爆了這麼多奴隸兵 士兵沒有開TC 他確實 他是沒開TC 現在才補一下 但是不升奴兵 也是有點 太小看人家了吧 好 直接點掉一隻 好 那HERA這邊的問題 如果要繼續走奴隸兵路線 騎兵路線的鎧甲也是要點一下 好 現在已經開始轉TC了 3TC開農 兩邊算是一個 開農路線 沒意外的話應該又要是打後期啦 他以為黑暗是在挖石頭 是要幹嘛 結果是要來速成 打奴隸兵 欸欸欸欸 沒事 拉走了拉走了 OK 抓到一隻奴隸兵 拿來用 兩隻奴隸兵 過來看一下 欸沒有抓掉 生女出來 招翔 後面這裡還有一隻 回頭招一下 避退繼續撿生物 好拉回來 招翔避退 哇兩邊的反應速度好快啊 來了奴隸兵又來了 回頭招 來不及了 NBL這邊生女失誤 只招到了一隻奴隸兵 哇 用生女直接擋下來了 八隻奴隸兵 最後是招翔到了兩隻 死了一隻 還死了兩隻 好 NBL又補下了一個新的TC 4TC 農上去了 一擊挖金挖石也點了 NBL 經濟開始好轉起來 分數 經濟分數已經反超了 Licha Hera 還是講Hera好了 講Licha的話 可能有些觀眾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講Hera會比較好理解 有沒有可能 以後他就叫Licha了 而不叫Hera 有沒有一種可能 好這裡奴隸兵 全部失光 OK 這一波藍解的不錯 Hera這邊是繼續 在農 NBL 二級挖金點下了 二級挖金點算蠻早的 用免費農田技術 也太擁了吧 5TC開農 這什麼鬼 好 來壓寶了 Licha 來壓寶 給壓力 好 這一坨奴隸兵衝進來 抓掉了全部的僧侶 工兵 也被招降 只剩下一隻工兵 都不死 這根堡蓋起來 現在法蘭克人 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了 但是這邊轉出來的東西也很奇怪 怎麼是只補兵啊 好 生侶沒有打算繼續補 微妙的支湖兵 好賣200肉 點一下帝王時代 那銀罐技術 待會也要點了 點一下這個 稻鉤斧 增加15 增加那個支湖兵的1點射程 15 300 黃金300 我對支湖兵沒什麼太大的好感 雖然之前viper 大概快要半年前還一年前了 有使用過這個支湖兵 全出支湖兵 A死對手的一個畫面 讓我覺得相當不可思議 世界冠軍的支湖兵跟我的支湖兵 好像不太一樣 難道MBL支湖兵也跟世界冠軍一樣嗎 好支湖兵出來了 但是他這次的對手並不是無名小組 所以是世界最頂尖的玩家 HERA 好支湖兵對HERA來說有效果嗎 沒什麼效果的感覺 攻擊力還沒點上去 攻擊力只有7點 那麼城堡要硬蓋 支湖兵被招響到了兩隻 好城堡終於蓋好 武力兵 先射一下 把他把聖鋁抓掉 聖鋁 他有一隻 跑掉了 好地龍時代還有53秒 現在HERA還在繼續暴兵 這跟TZ應該還是會修起來喔 應該是能修起來 待會巨頭一好 還是可以用巨頭 好點了一個草藥治療 讓這些奴隸兵快速回血 用巨帶還有10秒鐘 好現在支服變數量10隻而已 開始往前蓋寶 這邊想要給HERA家裡的城堡壓力 不能只有在我家 你給我壓力 我也要給你 而且法蘭克的城堡 電王時代更便宜了 好像電王時代就是跟舊版的法蘭克一樣 其實石頭消耗量差不多的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波 奴隸兵直接衝進來 這波看來是要手撕囉 沒有要演了 全吃 MBL太大意了 他覺得HERA不會衝進來 結果還是衝了 有二級馬卡了 OK巨型投資機已經就緒 巨型投資機居然工程目標 並不是前方的城堡 而是下面 把巨型投資機都往下拉了嗎 喔沒有 這是用中間城堡產出的 這個城堡還是要在這邊進行工程 架起來啊HERA HERA 手速控不過來了 先控前線 沙裡的還沒有架 好奴隸兵放出來 現在集結一波 二十隻的奴隸兵 兩根城堡 防守應該就很不錯 但是沒有彈道學 設有過歪 好中間點下倒勾斧了 好洛瑪開始進去裡面 騷擾一波 奴隸兵走過來 開始輸出 趕快先點巨頭 巨頭可以用秒的 秒掉兩隻 沒問題 這浮兵也是被解決掉了一些數量 刀狗斧 點完之後 射程 就會來到四點 那奴隸兵的射程呢 最終也是三點 這樣子 支撫兵就有射程上的優勢了 但傷害值還是不只奴隸兵 奴隸兵一開始是八點 好巨頭繼續砸 那奴隸兵 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是四席帝國 數一數二貴的單位了 跟這個八點庭聖騎兵 應該是差不多的 但是生技來說 比八點庭聖騎兵又更便宜了 少一個後勤科技 就差很多 奴隸兵的升級 就是有精銳 三公三房 品種 跟蹤技術 休息結束了 現在 聖功師在中心補下 ERA春樹 現在戰士立先 但現在經濟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要怎麼突破敵人的防線 去抓掉對方更多的村民 好這裡挖金 直接把村民拉回來 補一個TC 這邊肉馬還是會開砍 這個肉馬數量有點多 哇靠 支撫兵直接往前抓掉 巨型偷襲 但這邊支撫兵數量很多 兩台巨頭都被抓光 好 支撫兵三級 好幾 喔 要趕快點了 好 這一波肉馬 抓掉了很多村民 好 這一波有彈道學 所以現在肉馬 下降的速度有點快囉 好 HERA的帝王斯丹還有一分鐘 牡蠣兵的數量 還寶石在二十幾隻 哇 好久沒看到這麼龐大的指撫兵的數量了 四十幾隻阿 我的天 好 這個洞 哎呀 哎呀 怎麼這個洞被補起來了呢 這四隻肉馬出不去了 好 趕快修 支撫兵 一直丟 一直丟 三攻趕快點阿 MBL 好 正面又一波 大丸的抽了過來 又過來 手撕巨頭 巨頭兩台又沒了 支撫兵的防守能力還是有點差阿 應該是缺了三攻的關係 好 不爽了 直接點下金瑞升級 支撫兵的攻擊速度實在是太慢 哇 世界冠軍要把支撫兵全部吃光了 不管你 巨頭再吃一台 三攻點下 沒想到兩炷香 還是無法阻止HERA的奴隸兵衝過來 好 金瑞終於補好了 攻擊力多加了一點 射程變到了四點 變成五點的射程 好 但是HERA也是打算要來點金瑞奴隸兵了 好久沒有看到這種寶兵大戰了 你產UU 我也產UU 但是HERA這邊是有產大洛馬 大洛馬趕快提升阿 好 提升下去了 好 這邊又補了一根城堡 在空圖來說 HERA是劣勢的 NBL還算不錯 但下面這塊黃金如果有發現的話會更好 那現在黃金的部分 只剩下這塊黃金 跟下面這塊黃金可以挖了 好 這裡補了一個軍銀 轉了槍兵升級 看起來還是要轉個槍兵防守家裡會比較好 不然家裡的防守有個沒有一樣 差了一堆城堡 好 這波工程又來 但巨型投射機往後拉 洛馬停住 好 植物兵傷害來到最高12點的傷害了 好 奴隸兵一直在進入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哇 植府兵大戰 奴隸兵 奴隸兵再次突破防線 直接抓掉兩台 三台 四台巨頭 一工程就拆掉 一工程就拆掉 HERA擺飾不厭 好爽阿 抓法有點狠 好 現在狀況來說 對於NBL來說 工程很困擾 現在工程一直不是很順利 每次巨頭一架起來 就被奴隸兵給拆掉 但是這樣繼續消耗下去 誰的黃金會不會消耗完畢呢 好 巨型投射機就造出來了 現在家裡一片狼擊 一堆肉馬到處繞 抓掉了NBL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處被抓掉了 大概30村友 哇 這裡又來了 大肉馬 制服兵最大的問題就是 所有的傷害都打在一隻肉馬身上 傷害異傷太多了 沒有辦法分散這些傷害阿 DPS全部集中在一隻肉馬上 沒有意義阿 一隻肉馬就只有95滴 大概用個7-8隻左右的子服兵 一刀就可以彈死了 但是卻用了40幾隻的子服兵 打在一隻肉馬身上 然後攻擊速度又慢 這就是子服兵現在依舊最大的問題 感覺要給法蘭克的子服兵 增長射程阿 不然就是增長一下他的攻擊速度阿 這波HERA又上來點掉了一台巨頭 第二台巨頭也點下 第三台巨頭也拿下 第四台有機會嗎 四台巨頭又拿下 我怎麼覺得HERA這樣子消耗就有可能把MBL的巨頭給消耗完畢阿 真的連火炮都不用出 但現在家裡的城堡數量比較越多了 但上方的城堡被偷偷拆掉了 待會HERA的弱馬可以在上方集結 從上面入侵進去 好 這裡巨頭繼續按 奴隸兵的移動優勢實在是太好 巨頭反擊了回去 好 上面又有一艘弱馬 慢慢進攻 HERA這個多線 打得蠻漂亮的喔 來了 肉馬又來了 哇 這一波村民又被抓掉了大量 神寶 狗得住阿 這一波 又狗不住了 兩台巨頭 火炮 全部被吃光 福利B 再次撤退 這到底是什麼阿 哇 七進七出 這是在講HERA嗎 太扯了 真的是太扯了 好 現在MBL 支付變數量來到了53隻 殺生人 肉馬 還在補 黃金 一千多塊花掉 這塊黃金 沒有發現嗎 好 肉馬又抓到了這些村民 MBL 佳麗的經濟已經快要崩潰 城堡一棟一棟的被打掉 這個支付兵要先抓巨頭吧 MBL在幹嘛 正面開戰了嗎 沒有 但是有壓力 好 我們的支付兵這次要跟你打正面 這次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戳正面的肉馬效果非常好 好 但是城堡沒有拆 沒有拆掉 沒錯 OK 支付兵最後還是回頭解決了巨型頭司機 現在 HERA經濟非常好 已經領先了一萬五的支援了 我總覺得 現在的法輪客人 只要給他大落馬 是不是 就可以增強一些 我覺得支付兵的增強並不是太大的重點 沒有大落馬的法輪客人 用起來真的是太便扭了 哎呀 GG了 看起來沒救 這一波直接壓死 後面兩孩巨頭也沒有攻城機會 支付兵全死去 好 羅馬又再往後繞 支付兵再往前 帶N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出了112隻的奴隸兵 對上136隻的支撫兵 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HERA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黃金有五勝物 非常的舒服 多了3000多塊黃金 木產呢 NBL也只是稍微 稍微贏了一些些而已 食物真是 HERA贏了非常多 甚至拿到100片田 這什麼農田數量 107片 真的是全出肉馬 跟奴隸兵 這個經濟調配打得非常好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